这是一个长相奇特的小男孩 从初生起一共做了27次手术 才能像人类一样正常呼吸 他患上了一种先天基因疾病 下额骨颜面发育不全 从小到大 男孩受尽了冷嘲热喉 别人把他当成怪物一样挤兑 但男孩没有自暴自弃 依然微笑地面对生活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 导演将他拍成了电影《奇迹男孩》 用平凡的镜头 讲述着不平凡的故事 主人公名叫奥吉 在他10岁的时候 妈妈才决定把他送去上学 家里人都很害怕 害怕奥吉会被同学排挤 果不其然 当奥吉走进校园 身边全是一样的眼光 大家纷纷向后退开 本是欢声笑语的教室里 因为奥吉的到来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同学都不希望他坐在自己前面 课堂上 老师鼓励奥吉介绍自己 奥吉说他喜欢星球大战 这时有个富二代同学开始嘲笑他 说他和电影里的恶心怪物长的一样 这是奥吉在学校的第一次霸凌 午饭的时候 富二代又来嘲笑奥吉 说他连吃饭都像怪物一样 奥吉没有反驳 默默地低下了头 在化学课上 奥吉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 富二代觉得奥吉抢风头 于是在体育课上带着同学们欺负他 集体用球砸他 放学之后更加嚣张 他们围在奥吉身后骂他 一个骂得比一个狠 回到家里 奥吉哭着问妈妈 为什么自己长得那么丑 妈妈告诉他 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痕迹 不管是皱纹或者疤痕 我们的心灵地图 指引着人生的方向 而相貌这张地图 则记录了我们人生的种种经历 他永远都不愁谋 这天的科学课上 老师安排了随堂测练 奥吉很快就写完了卷子 看到同桌杰克一脸惆怅 奥吉偷偷把卷子递过去 让杰克抄了自己的答案 事后杰克向奥吉表达了谢意 还主动坐到他的面前 他可是全校第一个敢这么做的 奥吉邀请杰克去家里补习 杰克当场答应了 就这样 奥吉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 可他并不知道 这一切只是个骗局 爸妈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奥吉身上 以至于忽略了姐姐维亚 幸好奶奶一直很疼爱维亚 维亚才不会觉得 被家人所抛弃 奶奶去世后 维亚只要不开心 就会来到海滩 回忆奶奶说过的话 久而久之 妈妈意识到 自己平常太忽略女儿了 于是妈妈决定 腾出一天时间 陪维亚一起过万圣节 可到了万圣节这天 计划又落空了 奥吉兴高采烈地 来找朋友杰克 意外听到了杰克 和富二代抱怨 说如果他长得和奥吉一样 那他宁愿去自杀 和奥吉交朋友 这一切都是校长的安排 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 奥吉听完扭头就走 最后妈妈为了奥吉 不得已又丢下了维亚 但维亚没有责怪奥吉 反而打扮成一个小公主 去安慰伤心的奥吉 自此之后 奥吉不再跟杰克玩 杰克很奇怪 他没意识到自己的快人快女 已经毁掉了这份友谊 但杰克的心 还是向着奥吉的 每当听到富二代 和同学嘲笑奥吉 他心里也不好过 终于有一天 杰克从女同学口中 得知了真相 原来是自己 不经意说出的话 彻底伤透了奥吉的心 杰克决定挽救这份友情 他开始不再跟富二代玩 坚持和奥吉做到同一排 放学后 富二代问杰克 为什么和怪物一起做 杰克回头就给了他一拳 他不允许别人再伤害奥吉 一番扭打过后 老师赶紧过来拉开了他们 这一幕被奥吉看待了眼里 为了报复 富二代做出了 更加无耻的举动 奥吉来到柜子前 看到上面贴了一张 班级合照 照片里把奥吉辟掉了 上面还写着 怪胎误入 很明显 这又是富二代的杰作 富二代的父母被校长约谈 但他的母亲毫不在乎 反而觉得自己的孩子 才是受害者 这时校长拿出 奥吉被霸凌的照片 背后有一句话 求求你快去死吧 紧接着 校长又拿出了 其他的霸凌证据 全部都是富二代所为 上面写满了诅咒 可母亲仍然表现出 一副无所谓的姿态 何况自己还给学校 捐了那么多钱 爸爸也在旁边提醒校长 说他在校董辉认识很多朋友 校长听后鸣嘴一笑 他说我认识的朋友更多 母亲觉得校长不懂人情事故 当下决定帮富二代转学 临走前 富二代意识到自己犯了错 他和校长说了声抱歉 经过这件事后 同学们都接耐了 长相奇特的奥迪 而杰克也在游戏里 跟奥迪道歉 他们重新变回了好朋友 这天他们一起去参加学校旅行 碰到了几个不怀好意的初中生 初中生一见到奥迪 就不停地嘲笑他的长相 说完了还要伸手去碰奥迪 杰克上前阻止 却被初中生推倒在地 撞伤了脑袋 奥迪急忙挡在杰克身前 举起拳头要保护杰克 危急关头 奥迪的同学及时出现 他们帮助奥迪打败了初中生 然后一起逃出了森林 从小到大 奥迪因为长相一直受别人欺负 从未有人为他挺身而出 奥迪哭了 但这一次他是喜极而起 奥迪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和尊重 毕业典礼上 奥迪对妈妈说了句谢谢 感谢妈妈当初送他去上学 他收获了很多快乐 校长邀请奥迪上台领奖 感谢他用个人魅力改变了无数的同学 因为奥迪的善良 让世界变得格外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